大家好 我是飞小鱼 好 我们刚刚在休息的时候 稍微平复一下 让蔡大哥让他满脸泪水 我跟蔡大哥说 你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 然后我们也很希望就是说 他说他到现在只要跑到30公里 他都还会想到这件事情 那但是我觉得最了不起的地方 是你撑过去了 然后你的小女儿 现在非常非常的健康 所以你用了一件 你这辈子从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然后也许真的是你感动了老天爷 对不对 你跟神明有个约定 说如果你能够撑过去了之后 你希望他还你一个健康的小女儿 然后我们现在都会看到 这个可爱的妹妹 我们常常看到她这样子 对不对 同时借这个机会 我非常感谢 我们台大儿童医院的 黄叔健黄医师 他真的是一个非常 宅心人后的一位医师 因为每次我们到医院 然后早班去看小女儿的时候 总是看到黄叔健医师 那双眼啊 不满了血湿 然后趴在小女儿的那个病床旁边 应该去看她的引流 有没有顺畅 然后有什么变化 然后问她说 你几点过 她说三四点 因为她有时候 她就住在医院旁边 那她有时候还是放心不下病患 她就跑过来那边 她说我就来这边看看 阿强睡我再趴着 在病床旁边 这样小气一会这样 一个医师能够找到 做到这一个境界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跟小女儿讲说 阿强你们妻子如果结婚 我们两个都没有去坐大尾 要请这个意思 有时候去坐大尾是黄叔健的意思 我们都要去坐大尾 所以你后来 其实你真的就是靠这种 很强很强很强的一个意志力 然后把你自己的第一场 就这样撑过去 然后也没有想过 你从此以后 你就变成笑诶 这样子 其实第一年我才跑十几码 因为讲实话 身体真的看不起 那种极限运动 从第二年第三年就比较密集 一年差不多三十几场的紧张 那我去跑码 我绝对没有去挑场 只要我时间OK 只要时间OK 我就会去跑 也不在乎说 他是五十的 一百的 或是标码这样 或是说哪个单位成判的这样 所以跑步这件事情 对你来讲 已经变成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这样子 到最后 对 可是你也没有想过说 你会变成 就是 原本只是一场 可是后面是打从心里 就是 就是喜欢上跑步这件事情 对 变成是 也是变成给自己一个目标 我想说 当我的双脚不停的往前迈进的时候 同时也是在帮我女儿 做一个起伏的动作 这是当初的一个 那一瞬间的一个理念 那既然有那个想法 我们就把它坚持完成下戏 就如同 现在我去办这场马拉松 当然中间会遇到一些挫折 一些困难 这没关系 没有 我觉得你办这场马拉松 我真的觉得 我刚刚有问蔡大哥说 你活动 你就接活动就好了 你办这一场赛事 你人力又那么的缺乏 然后呢 基本上来讲 你也知道说 你花这么多时间 你其实早就可以承接十场二十场活动 那个你都是可以赚钱的 没错 可是你明知道说 做这场 我蔡大哥还讲一句 让我很感动的话 就是 这是小影讲的 我们小影真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幕后的这个爆料来源 我本来要找小影一起来上节目 她说 蔡大哥常讲一句 只要有一个人报名 我都要办下去 对没错 纵然一个人报名 我做自己开的车子 帮他补给 我要完成 为什么会有这种傻劲 你可以去接活动来赚钱的啊 这应该是跟人的个性 习性有关系 因为我一个长小孩 我们本来这个 草根性就比较 比较壮 我也长小孩 这样 对 要看什么草 我是高兴人 高兴人 对 对 所以说 其实像我们昨天 前天我们办同楼交流道的 启用典礼 那是一个比较大的场面 辅宴 辅 辅 对 二号任务有到会场 通常我们现在 以我们现在能力 确实是从零到有 包括活动节目 包括流程 表演 很多礼生 我们都全部把它处理 安排头大 那整个活动下来 所有的局处场观 一次叫好 大家都说好 每天都说不好 谁说不好 就是差异常 是怎么做 因为 因为现在机关的预算 也是很败 所以 利润也是不是很好 但是没错 但我 开始 开始 去办这个超码的时候 我才发现 以这些精力 这些时间 确实确实 可以去 像这种 比较大减的活动 我可以去办实场 对啊 虽然利润不好 加减还是有利润 还是有啦 可是你办这个是绝对是 这一定是了解的啦 对对对 对不对 就是你现在办这个 一定是你知道的 还是要借个机会 感谢 感谢所有 参与 这次活动的 志工 真的一个活动 只要没有这些志工 我在疯 还有别人比我更疯 也是啦 所以 为什么 这个活动 我愿意花 更多的时间 再去办一个 志工吗 对 我一定要替 蔡大哥讲一下 就是说 当然我们台湾 为什么能够 变成 就是这个 刚好我们录节目的 这个礼拜 然后我们礼拜三 应该是 今天 就是中国时报 有做了一个说 台湾已经晋升成 世界马拉松 这个第二名的大国 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有越来越多的 社团愿意来办 但是我们不要去忽略说 社团愿意来办 就刚刚蔡大哥讲的一样 我们都不需要再靠 这些运动行销公司 为什么 或者是公关公司 因为有太多志工了 对 那这些志工真的 你说大家都是傻子吗 都是一种热忱 那我也希望 不管你是一个跑者也好 或者是你是一个主办单位 我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的 志工都不是我有所求 我希望大家都要好好的感谢这些志工们 不要认为说 我今天是跑者 我就可以对志工大小声 有些主办单位也会觉得 志工好好用 可是我觉得真的要真心感谢这些志工 所以为了要感谢这些志工 我才会开始筹划 想要不计所有的困难 再去筹办 志工 志工嘛 因为我觉得 我一定要好好的 谢谢这些志工 由你们的加入 这个活动 才能够顺利的去进行 但是在这里 也必须要说个抱歉一下 所谓志工嘛 就是给志工跑的啦 对 要犒赏这些志工朋友 所以很抱歉 假如说你不是4月14号当天的志工 对 那很抱歉 志工嘛 就没办法邀请你来 所以我们蔡大哥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他在4月14号那天是正式的赛事 对不对 对 然后他在1月13号的时候 他又去办了一场志工嘛 然后这场就是让我们这些 4月14号要当志工的人 然后可以来 这目的就有两个嘛 第一个是 其中一个是我们回馈志工 对不对 那另外一个同时来参与志工嘛的人 你如果跑过一次之后 你自己会更了解 然后我们这些所谓的志工选手 我们本身也是跑者 我们会更了解那天赛事的跑者们 他可能遭遇到什么样子的 在哪一段 可能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我们会给一个更适切的帮助 也是会前的一个彩排动作 对 但是我知道说这个志工嘛 蔡大哥又是几乎是回馈 所以是 半买半小三 真的是基本上是一个大回馈 所以我觉得说蔡大哥真是 傻子中的傻子对不对 这个大了钱的对不对 不快欢喜 欢喜的 但是很感谢所有的志工 在这里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百姓的蔡总 真的为了小弟 他也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直接给那个人扭炮我来参加 他怕我说这段都没人去走 哈哈哈哈 只要他只有一个在走 我会确定 你会确定 没有他怕说刚才他一直在走 那你说只要有一个跑 你要开着车全程 那这样子一台车子跟他后面 他会很紧张 不会 我会在车上飙国骂叫他跑快一点 我要赶快收工 哈哈哈哈 但是我正在想说像现在整个就是应该是 等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应该正式的规则是已经出来 那我想问一下蔡大哥就说 到底 当然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呼吁人家来跑 可是相对上现在啦 其实在这个跑步风气大开 然后很多的人就是我想蔡大哥 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跟你的回信里面 我们有讲一个说到底这个出马 我们要不要鼓励人家来跑 然后现在声音上面有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是说要设门槛 是说可能如果有难度的赛事 是不是大家应该要有几场的经验之后再来跑 另外一个是说我就是鼓励你来跑 那你是用什么样心态 因为你如果设出马奖 或者是怎么样子的情况之下 相对上主办单位风险会更高 那你是用什么样心态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基本上规划是100公里的话 是希望有五个五场全程马拉中完成的人 再来参加 毕竟那个100公里的风险性比较高 那同时为了那个大会的一个运作 能够顺利 我们100公里的关门时间是下午 就是两点 两点准时关门 因为像后段的那些补给站的人员 他们因为距离很远他们还要赶回来 你说的关门是全部跑完还是只检查点 折返点 对 我想说怎么会两点 对不起 这是100公里的50公里处 折返点那边就要关门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的 因为也要考量到安全性 对 安全性 还有其他的一些赛事的运作 比方说后段的人 因为我们你知道我们在 就是等于只要你在14个小时内 那完成85公里以上这 我们就会给你一些成绩 就是给你成绩证明 那当然时间一到的话 因为顾忌到这些志工也是非常的辛苦 因为在开会前两个小时 会后可能要两个小时 所以所以一定要 我们会落实这一个关门的时间 那这些人还要赶回来 第一站第二站第三站 因为到时候一些比较后面的跑友 可能会跑86了87了88 我们要去超路他们的成绩 那我觉得这样子很好 因为说句实在话 这中间这过去这两三年 其实也有发生一些 一些小小的争议或是怎么样子 可是我真的觉得 如果是一个一场100公里的 这么长的一个赛事 其实必要性的一些检查点 其实是要去执行它的 因为这个也是保护跑者 同时也是说 不只是保护跑者 你也是让整个赛事的那种安全性 因为你到最后你说 我一定让你无条件跑完 可是你要跑到什么 三更半夜跑到在山里面 那个是不一样 除非是绕圈赛 我觉得那个主办单位的贴心是没关系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在山路里面 这种检查点是要做到的 对没错 像54公里 我们就在27公里处那边 我们就设 总共10个小时 我们设6个半小时 你假如没有通过折翻点的话 我们一样是会 会做一个关门的一个动作 但是 其实这应该是很轻松 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这个状况就比较可以接受 因为我们还是要把游戏规则抢清楚 像台湾有时候是比较重视人情味 然后就会说 虽然我们说限时多少 然后就让你跑完 可是话说回来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是东山河这一场 我不要有蔡大哥知不知道 就中间大家有引起一个比较热烈的讨论 就是有一个50公里的女生的跑者 然后后来他花了14个小时 13个小时还是14个小时把他跑完 那就某一个层面上面来讲 我们是说 他的精神 他不放弃的精神是很感人 他用了12个多的小时 可是话说回来 那是因为那一天同时还有100公里的 100公里 那也许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说反正100公里是13小时 那你是不是要所有的人 就是说你人情味 你要去等这个人呢 那到底他有没有风险性 我觉得这一点有时候 我们在台湾这种人情味 跟你执行赛事的过程中 我觉得似乎要取得一个折中点了 对没错 不是说无条件 说我让你跑下去 这样就是有人情味 我觉得不是这样 对而且像这样 14个小时 那些工作人员已经在雨中淋了 十几个小时了 那你还在让他们再继续再淋一个小时 真的是 就是 有着你一个人 大家都要站在那里南方 这就刚刚小宇讲的 要取得一个折中点 但是你看 我们的代言人 小不点 你看人家跑马的精神 像上个礼拜大屯山 大会是13个小时 对 13个小时 人家 你看硬坚还是在时间内回来 对 这真的就是跑马精神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超马精神 就是尽你自己的所能 那小不点也讲过一句话说 我也不要给大会 主办单位造成麻烦的情况之下 我会尽量在那边 他也希望能够自主完成 可是他也在自主的过程中 我们也不是要给赛事 就是给主办单位说 哎不管啊 我16个小时你硬要给我 这样也不对 对不对 自己要练习一下 没错 本身跑者本身自己要加油 嗯嗯嗯 对对 所以我们最后呢 你看今天这样子 就是我还是觉得这是一场 其实我是觉得蛮期待的一个赛事哦 那我最后还要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蔡大哥说 我们13只虽然人不是很多 可是你们人才积极 这个我一定要帮你加小影讲一句话 他们连什么人才都有 我们小影其实现在是很多马拉松场子 还最佳主持人对不对 我来去黑白画画的 对啊蔡奇压定了 去蔡奇压也没法化 然后蔡大哥在外面跑 然后小影就在后面支持你 她是无条件也支持你这样子吗 对对对 对啊 对很感谢 然后小影的这部分的电脑的部分 她就比你强 所以呢 可能是不是还是她比较有时间 然后在电脑上面 所以你们其实很多的东西 都是互相搭配这样 其实场地规划 嗯 还有企划这一块是我来处理 嗯嗯嗯 我是 我是做 有几种工 我做美工 嗯 做替工 做替工 又做 做什么工 又做 外面要做工 这企划不简单耶对不对 嘿嘿 以前 以前刚接触的时候 你知道我以前敲电脑 敲一个字要十分钟 哈哈哈哈 嘿嘿 因为 整个小孩不爱找找 嗯哼哼 哼哼哼 因为环境手臂 因为环境手臂 还环境手臂 那我最后要跟大家讲就是说 我们不要让蔡大哥真的讲说 一个人我也要来办下去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 因为现在还没有正式开放报名是不是 是 对 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 其实就是说 不管你是要跑50公里也好 或者是100公里 其实你就抱着一颗愉快心情 当然我们还是要呼吁大家 就是说 有报了米 你还是要去准备 但是其实你的时间是很长的 对 那你就抱着一颗愉悦的心情 然后来感受这个尖石箱 还有看到了一场完完全全 不同风光的马拉松 因为我觉得尖石箱那边 或者是说 你是从正式宝那边整个 真的因为我去过 我觉得它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我们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这场盛会 谢谢 谢谢 欢迎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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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